哈囉 韓主 各位觀眾朋友 星期一的傍晚好 其實台積電最近真的是很旺喔 這股價是已經超過了300元大關 但是這創辦人張忠謀 他竟然說今天會來到這個股價 他一點也不意外 這個不意外不是代表說 他當年在創辦台積電的時候 就認為股價會來到300元 而是說他一直覺得台積電股價一定會再上漲 透過畫面中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就是上個禮拜六 前天台積電運動會張忠謀回來參加 最近大家對台積電有好多的問題 在當天都得到解答了 我們今天也要快速的帶您來掌握 其實在這一天 張忠謀他講了5次 他說台積電已經成為了 地緣策略家的兵家必爭之地 今天金融時報就報導了 美國要求台灣限制台積電的晶片 出貨給華為 而且美國的官員說 台積電為華為知道的晶片是直接用在了 瞄準台灣的飛彈上頭 而這背後代表的意思就是在暗奉這有供貨的風險 但是美國這麼大的國它到底在怕什麼呢 為什麼它要管到這個事情上面呢 原來它這樣做有兩個目的 其中一個其實它可以堵住對華為出口禁令的漏洞 因為就有調查顯示了 台積電在第三季的營收有20%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而且這20%的一半也就是10%是來自於華為 所以這樣的供貨讓他們緊張了 在另外一方面這可能會影響到台積電對於美國國防的軍用供貨 怎麼說呢看到這張照片您可能會想起來 這F35的戰機其實上面使用的晶片這製程就是來自於台灣的台積電 所以美國如果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堵住這個漏洞 另外一方面可以來到讓這個供貨更加的穩定 所以這是雙得的 但是劉德英是怎麼講的呢 而且美國他們不是有自己的可信賴晶品代工的名單嗎 怎麼整個美國本土市場都找不到一家公司可以取代台積電嗎 劉德英是這樣說的 他說美國發現是Nothing is trusted 就是在美國的本土公司當中 其實也找不到可以取代台積電的公司 而且他們現在轉往全球去採購這些晶片的同時 劉德英就說他們會幫助美國來達到這個目的 不過說到這個美國的公司 大家比較有印象就是最近跟這個台積電打這個專利授權站打得很凶的 就是格羅方德 所以透過下一張畫面你可以看到格羅方德跟台積電這個輸送站 大家看的是物理看花 怎麼說因為當時你記得嗎 格羅方德他在8月的時候發出了一些消息說要控告台積電 結果台積電9月的時候又發了一個消息說我們也要反控格羅方德 侵犯了25項的專利授權 結果大家那時候我還記得專家就講說這兩個一打一定是要打個好幾年 而且是耗時又耗金錢 沒想到10月的時候兩個人和解了 就在同一天宣布未來10年的這個專利將會交互授權 哇這時候大家是嚇了一大跳 這台積電明明就握有資誠的領先 為什麼要跟他和解呢 魏哲嘉給出了解答 魏哲嘉當天就講說這專利授權不等於是技術授權 你知道那個記者會其實我們就在線上我就坐在那邊聽 所以我感受很深魏哲嘉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是充滿信心的 他說我們並不是要教他怎麼做 所以你如果要有這個專利 你也必須要每天做得出來這個技術 你有這個技術做出來才有後面的專利可言 如果你連這個都沒有辦法做出來的話 後面這個專利也沒有辦法侵犯到我們的專利 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到其實魏哲嘉還有台積電現在對於他們的專利製程的領先是很有信心的 魏哲嘉他甚至說過去他們不敢說是世界第一 但是今天他們敢說是走在很前端的 而為了解決美國國防這問題 他們說未來這晶片有可能會有兩大特性 一個就是可以追蹤 你就到哪邊他有那個定位 你到哪裡都可以找得到 另外就是不會被篡改 所以就會有一些可以保密的權利在裡面了 但是大家就想到這個其實在半導體產業當中 其實最重要就是摩爾定律 20年前張宗謀曾經講過 摩爾定律20年後就會到盡頭 可是來到20年後的今天 摩爾定律還是好好的 所以在當天我們也問了張宗謀說 現在在看摩爾定律怎麼樣是最新的說法呢 結果張宗謀給出了這樣的答案 他說山窮水晶遺無路柳暗花明 又一村就是摩爾定律現在的寫照 所以當我們問他說還會走多久呢 這個摩爾定律他說現在他真的沒有辦法說 他就用這一句話來形容 因為現在看來其實台積電製程已經往5奈米 3奈米甚至2奈米走去了 iPhone的5G版明年就會採用5奈米的台積電製程 而3奈米也已經在進行中 2奈米也已經建入了先導規劃 甚至還是維持每2年就會推進一個世代 所以台積電的製程 現在在技術上面是領先全球業界的 我們當天還問了張宗謀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我們問他說 我們大家真的很想跟教父來學投資 張宗謀到底是怎麼投資的呢 結果張宗謀是妙的說 其實他的投資唯一一個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股價是大漲了8元 來到了307元創下了歷史新高 連帶的也讓台股佔上了11500點的大關 市場裡的叔叔阿姨通通都是大包小包 看來4日的台股大漲百點攻上11500大關 有不少人的家今晚都可以加菜了 美國蘋果股價創高 4日台股也紅了 首盤大漲157點 來到11556點 漲幅1.38% 三大法人合計大買190億 光是今年台股總共就漲了2237點 菜籃族都笑呵呵 像你看台積電 你看一下200多塊 260幾下 你看又到現在300了 又賺了4萬塊 一張就賺4萬 紅海我在以前在去年 就100多就賣掉了 甚至賺錢都賣出了 我愛台積再創其名 屢創奇蹟的就屬台積電 中廠漲8元收307元 又創歷史新高 儘管金融時報報道 美方要求台灣應該管制台積電 供貨給華為 台積電也挺過飛聞 鄭重回應並無此事 愛琴麵包兩隔億的 則數郭台銘 鴻海四日股價大漲4.95% 佔上89元 公司市值飆到1.2兆 郭董的個人身價更在一個多月 暴增202億 還依然會維持在高檔姿態 高姿態做整理 更何況今年台股的第一季 第二季第三季都呈現一個上漲 預期來講過去出現這種情況來講 第四季再續漲的機率 高檔將近有75% 市場看好台股維持高檔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 則下了八字註解 提醒投資人居高思維 戒慎恐懼 東森財經新聞 六志六子騰 台北採訪報導